在古代中国,皇帝与大臣的关系极其重要 而赏赐则是维系皇权与官僚制度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许多史书和小说中 经常出现皇帝赏赐大臣一口黄金万两的情节 那么,皇帝真的会给大臣一万两黄金吗? 首先,黄金万两并非字面上的意思 而是只一笔巨额财富 在古代,黄金一般以两为单位计量 而一万两黄金相当于五百公斤左右 如此大量的黄金即便是在古代 也不是容易搬运和储存的 因此,一万两黄金并不是真的用来赏赐的数字 其次,皇帝的赏赐大多是以物品或土地的形式存在的 如珠宝、翡翠、玉器、丝绸、地产等 这些赏赐不仅能体现皇帝的恩宠 还能通过卖出或出租获得收益 从而维系朝廷财政 最后,即便是以黄金的形式赏赐 也不会达到一万两这么夸张的数字 在古代中国,黄金是一种极为珍贵的贵重金属 不仅难以开采 而且需要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财力进行制作和精细加工 因此,皇帝的黄金储备是有限的 不能随意地赏赐给大臣 总之,古代皇帝赏赐大臣一口黄金万两的说法 并不是字面上的真实情况 虽然皇帝可以通过赏赐维护与大臣的关系 但赏赐的形式和数量都是经过精心考虑和控制的 因此,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夸张的修辞说法 旨在强调皇帝的恩宠和大臣的荣耀